为阿弥陀佛 证得此究竟方便 这是特别之方法 太巧妙了 以驰名妙法 普度一切而行 你看这方法多简单 多容易 就是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六个字 你要肯真念 真念就是 像大师至菩萨所说的 都是六根 今年下集 念多久能往生 弥陀精神讲的 根力的 善根深厚的 一天就行了 中等根性的 两天三天四天五天 根性极差的 甚至没有善根的人 六天七天都能成功 七天决定往生 这个七天念佛了 一个杂念都没有 为什么呢 彻底放下 为什么念佛会有杂念呢 没放下 就是说 就是说这个事情 千长挂肚的事情太多了 不定时候 什么时候 又有个念头起来了 把你念佛的功夫破坏了 你这个念佛的念头里头有夹杂 这有怀疑 那怀疑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世界很好啊 极乐世界我还没见到啊 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就怀疑 如果不怀疑的话 这个念头不会伸 所以不怀疑的人 太少太少了 一万人当中 一个都找不到我 你能说他 对极乐世界不怀疑吗 对极乐世界不怀疑 就对这个世界 不会贪恋 我们人在这个世界 最可贵的是有自知之明啊 那这就太重要了 我对这个世界 还用丝毫好留恋 我对极乐世界 就是还有丝毫好的怀疑 你因为他领导委 哎呆